张国伟的王子副首席持续上演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 在当年2016过世的时候 留下了一张四子单独继承的遗嘱 引爆了家族的内斗 大房三哥张国正推出的是 遗嘱无效 但今天高院的判决出炉了 张国正败诉 等于四子张国伟可以分得一起来 140亿元 我没有撒谎 这个事实是爸爸写的 因为刚开始有人就说 我离邦换太子 怎么去换遗嘱 我坦白讲我喝得很能 曾经亲上火线 诉说自己没说谎 遗嘱是真的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 最小儿子K董张国伟 将继承140亿元遗产 因为高院25号宣判 张荣发遗嘱有效 就是这张遗嘱 当年轰动外界 因为张荣发写着 本人之存款股票及不动产 全部由四子张国伟单独继承 这让三哥张国正不服 提起确认遗嘱无效诉讼 因为这张不是张荣发亲笔写的 而是由特助刘孟芬代笔张荣发签名 原本张荣发就在生前就已经有遗嘱 那其实大部分的认为说就是那一份遗嘱 之后来他又立了一份新的遗嘱 其他人都辅佐张国伟 担任总裁的位置 这个的确让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 而这次法院驳回上诉主要有四个原因 当时张荣发虽然高龄88岁 但在立遗嘱期间 还有把一亿元财产移转给配偶 代表他有遗产处理能力 而且还有找公证人到家里做密封遗嘱公证 加上遗嘱最后右下角的签名 跟他当时在张荣发基金会 董事会签名簿上比对相符 至于遗嘱是不是他本人请刘孟芬写的 他在公证的时候有说真是阿婚下 法院因此判张国正二审败诉 除非张国正这边能够提出说 张荣发当时已经是没办法行为能力的 他这份遗嘱无效 张荣发把自己240亿遗产 全部给最爱的小儿子 目前扣除特留分 由6名继承均分 张国伟可以分得140亿 但张国正也不排除上诉可能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盘后交战